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35集,在遇故人 王林一下马车便被杨森拉到一旁的火堆处 这一天的交往,杨森感觉与王林颇对胃口 时常吹嘘自己行雕的一些趣事 王林听得津津有味 他越是如此,杨森就越是讲得眉飞色舞 这一看车队歇醒,连忙把王林拉了 火堆处坐着三个人 除了大镖头柳三与黑脸汉子之外 还有一个身穿阑珊的中年书生 此人面色白净,额头宽荡,眼神炯炯友人 透出几分智慧之色 看见王林到来,柳三笑的 先生,这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位小哥去天水城谋生的 说完呢,他又对王林说道 小兄弟,这位是我们威武标局的王先生 你也姓王,看来也是本家 你们好好聊聊 王先生,那可是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啊 中年书生温和一笑 说道 老柳,你就别给我贴金了 我那点小本事算不得什么 柳三眼睛一翻,说道 谁说道 王先生你的本事要算小 那我柳三就啥也不是了 小兄弟啊,这王先生可是活神仙的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尤其是相面之术,那可是了不得呀 王林仔细看了中年书生一眼 嘴角带笑,抱拳道 先生,神庭饱满,双眼带慧 显然是极其聪颖之人 古人云,观其神,而知其运 此言,果然不讲 中年书生,颇为诧异的看了王林一眼 笑道 小兄弟也是同道中人 我看小兄弟你一身书生气息 却隐含龙行之势 前途不可限量啊 王林笑了笑说道 家乡教书先生对于相面之术有所研究 我看的时间长了,自然也就会了几句 中年书生哈哈一笑 一旁的黑脸汉子呀 忽然说道 王先生,你也给我算算吧 我也老大不小了 您看看我有没有姻缘运呢 柳三笑骂道 这一路上你都求了多少次了 王先生没给人相面一次都要耗费精力 你小子,你小子声声吧 黑脸汉子也不管柳三的话 眼巴巴的望着中年书生 中年书生略一沉吟 谈笑点独道 罢了罢了,今日就给你算一算 杨森 你不是也求我多次吗 这次一块都给你们都看了 说吧 他微闭双眼 再次睁开时 眼中金光一闪 王林面色如常 但内心却是一动 神石一扫 只见在中年书生胸口 忽然涌现一丝灵力 这灵力流转走势 颇为古怪 最终凝聚在中年书生的双眼 中年书生盯着黑脸憨子 嘴里喃喃有词的似在计算之上 右手飞快掐绝 许久之后 他脸上升起一丝红润 皱着眉头说道 刘老五 你乌云盖住天庭 引现雪光之载 最近将会有一劫 若是度过三个月内 必有姻缘千身 黑脸汉子一浪 随即笑道 欲杰 没事 咱们行标的 就是在刀尖上打滚 有雪光之灾 也在所难免吧 中年书生啊 目光一转 盯着杨森 许久之后 面色微变 说道 怪了 怎么你也有雪光之灾啊 说完了 他又看了柳三义 面色立刻阴沉起了 说道 不对劲 我这家传 相面之术 从未出错 老柳 你也有雪光之灾啊 说完了 他面色严肃 站起身子 四下众人 仔细打量一番 面色越来越沉 说道 老柳 看来不妙 我管所有人 都是面带 雪光之灾 这绝对不是巧合 柳三眼睛一眯 四下看了看 沉声道 那先生的意思 是我们大家都会在最近 有一场雪光之节 中年书生点头 眼神扫向王林 忽然一睁 使劲揉了揉眼睛 仔细的宁神一看 顿时 面色顺变 脸上涌现 诡异的红色 侧身张口 喷出一口鲜血 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指着王林 诗声道 你 柳三等人一睁啊 他们从来没见过 中年书生 有如此表情 柳三目光闪动 搓了搓手掌 向王林所在的位置 轻微的挪动几步 沉声道 先生 小兄弟他怎么了 是否受到我们的牵连 也有血光之灾啊 王林神色如常 淡然的看了中年书生意 没有说话 他耳边传来 司徒男不疾不徐的声音 这小娃娃有些意思 这香念之术 倒颇具一些手段 但对于凡人来说 尚算玄妙 可对于我等修仙之人 就有些班门弄斧了 老夫刚才把以前 杀人灭门的记忆 给他传了一遍 这就让他受不了了 中年书生 仅仅这么一会儿 就汗流浃背 看向王林的目光 不似刚才那般平淡 此时啊 透出浓重的敬畏之色 他听到柳三的话 连忙摆手说道 与小兄弟无关 小兄弟日后 前途无法估计 王某项面之术 学意不精 看不透 看不透啊 说完呢 他连连作依 满连骨子 刚才他看到的一幕 已经彻底的震撼住了 那简直就是一个修罗地狱 失山血海 而且所有人都显然不是凡人 飞天遁地 无所不能 中年书生自小学习 家传的项面之术 见多识广 深知世上有仙人的存在 很多事情一旦牵扯进去 空有杀身之祸 柳三皱着眉头 正要说话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惨叫 一个硕大的人头 在半空中划出一个弧形 从远处抛来 落地后滚动了几下 停在了火堆处 柳三面色大变了 他认出这人正是负责 在四周巡逻的标局护卫 立刻猛地站起身子 杨森一把抓起人头 握紧了拳头 嘶声道 二狗 各发誓为你报仇 此时 所有的标局护卫 纷纷抽出兵器 杀气腾腾地望向四周 肥脸大汉站在柳三身边 目光炯炯 沉声喝倒 美路好汉在此 未免太不懂规矩了吧 一个阴惨惨的笑声 飘忽而来 随着一阵沙沙响 数十个黑衣人 从四周地底爬了出来 一边拍打身上的沙尘 一边冷眼看着威武标局的众人 海山掌柳三 把东西交出来 我们立刻离开 否则的话 此地之人 一个不留 一个枯瘦如柴的老者 慢慢地从黑衣人中走出 柳三面沉如水 他低喝倒 哼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你突救送刑 老者节节一笑 阴森道 姓柳大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你们威武标局 这次明的送红货 暗地里 则带回了一只五百年气候的人身 这些东西 你交出来 可保平安 不要为了区区 身外之物 连累所有人葬身于此 柳三皱起眉头 看了看身边的众人 内心暗道 这徒就送刑 如何知道我藏人身呢 看来通行之人 定有奸细 想到这里 他忽然目光一扫 看了眼王林 冷笑起来 他对黑脸汉子使了个眼色 自己走出几步 握紧拳头 沉声道 别说老夫没有什么人身 即便是有 以你送刑的武功 还能从我手里抢走不成 黑脸汉子心领生贵 萧然走到王林身后 王林眉头一皱啊 忽然 中年书生上前 拦住黑脸汉子 喝道 你干什么 这小兄弟不是奸细 黑脸汉子一睁 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扑鹰送行 哈哈一笑 大声道 哈哈哈哈 姓柳大 我是打不过你 但今日 我们大当年的亲自出手 你死定了 说完了 他退后几步 高声喊道 拱鹰大当年驾临 说着 他立刻匍匐在地 神态极为恭敬 再看四周的黑衣人 一个个 均都是神情狂热 匍匐在地 跟着送行 一动 高声念叨 拱鹰大当年驾临 一个冰冷的声音 忽然从四面八方传来 交出人身 否则 死 话音刚落 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球 漠然间从暗处出现 带着强烈的高温 瞬间击中一个标局护卫 那护卫啊 甚至连惨叫 都来不及发出 立刻连同手中的武器 一起化为一堆黑炭 在这一瞬间呢 标局所有人全部呆住 更有的连手中武器都没抓住 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杨森双眼露出惊骇之色 尸声道 这 这是什么暗器啊 热浪止不住的 从那堆黑炭中散出 四周护卫啊 一个个毛发弯曲 露出撩考之容 柳三也是一脸惊容啊 下意识的退后了几 蒸蒸的 望着地上那堆黑炭 许久说不出话 黑脸汉子眼睛里露出恐惧之色 他颤抖地说道 现 现人法术 说起这黑脸汉子 他小时候啊 也曾经进行过修仙门派的测试 淘汰后啊 这才踏上江湖 儿时的记忆对他刺激很深 现在 一看那火球术 立刻联想起来 纵行一脸得意之色 大声说道 没错 我们大当年的就是仙人 你们还不速速把人身送上 所有镖局之人纷纷望向柳三 眼神露出哀求之色 若是凡人 他们还有勇气去拼杀 可对方是仙人 这帮汉子在这一瞬间便失去了斗志 柳三面容苦涩 正要说话 忽然间又是三个火球无声无息的出现 飘在半空一动不动 王林目光一闪 兴趣大气 这火球术的威力上看 施法之人绝对不超过宁气七第三层 他摸了摸下 神石一扫顿时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察觉到了施法之人 诶 王林一争啊 施法之人啊 约摸二十八九岁 修为宁气七第二层巅峰 眼看随时可突破进入第三层 这青年面色阴沉 脸上更是有树到深深的疤痕 乍一看颇为猙獰 但王林却越看越是眼熟 中年书生叹了口气 说道 老刘 叫出来吧 即便是东家知道了 也不会责怪我们 对方是仙人 我们凡人怎么抵挡 柳三犹豫了一下 无奈从怀里 小心翼翼的拿出一块 巴掌大小的井盒 放在了地上 那井盒刚一落地啊 忽然飘起 并未送到对方那里 而是向后飞去 被王林一把抓在手中 柳三猛的回头啊 咬牙切齿的说道 你 你果然是奸细 杨森眼露愤怒之色 盯着王林 握紧了拳头 至于黑脸大汉呢 则眼神一收缩 他看出 刚才王林拿锦盒的手段 不似凡人 中年书生也是一针啊 复杂的看了王林一眼 叹息一声 大胆 纵行面色一变 宁声喝道 紧接着身子一跃 纵声而起 快步上前 右手呈爪撞 对着王林的头部 就抓了过去 宋行这一举动啊 顿时又让柳三等人 一头污水 柳三略移犹豫 并未阻拦 至于杨森等人呢 也均都退后几步 把王林的身影 嚷出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